- 摩斯凍凝茶来啰! - 摩斯凍凝茶来啰! - 它好像喔! - 香港茶餐厅高级凍凝茶! - 哈啰 大家好!欢迎来到吃饱! - 我是丁娜! - 我是娱娜! - 今天真的是太期待了! - 我们要来做摩斯创意厨房! - 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做这个主题呢? - 因为我们前阵子就是在网络上有看到就是 - 网友给出了很多很有创意的那个搭配! - 真的是太有创意了! - 我们抱着必死的决心来做这一季! - 不是像天堂就下地狱! - 真的! - 那因为东西品相有点多! - 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! - 那第一样呢! - 就是我们的海洋珍珠宝加它的日式咖喱包! - 会变成海洋千妇罗咖喱饭! - 这是我们两个最期待的! - 海洋珍珠宝是我自己最爱吃的它的一个品香! - 然后咖喱我自己也蛮喜欢的! - 所以就是一个1加1大于2的组合! - 首先呢!网友是说先把米饱的饭放上去! - 倒入它的日式咖喱包! - 接下来呢!就是要把重头型放上去的啊! - 就是它的海洋踏皮! - 好期待喔! - 真的好好吃喔! - 我的Maya! - 它的咖喱是有点带有甜甜的风味! - 还有点辣辣的! - 对! - 但是它里面超多料,所以就吃起来口感很丰富! - 有一种被吃海陆大餐的感觉! - 对… - 它鸡肉也好嫩喔! - 它不是像是很多条理包里面它都会就是… - 有点粉粉的! - 你想吃我们那个Seven的那个… - 不知道在干嘛喔! - 哈哈… - 三… 二… 一… - 吃饭! - 吃饭! - 它真的是太好吃了! - 好猛喔! - 各位观众! - 一定要尝试拍胸推荐! - 下一个是… - 烧肉! - 珍珠寶! - 珍珠寶! - 加上生蛋! - 加上葱花! - 结果成为… - 烧肉豆瓣! - 烧肉豆瓣! -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很难失败! - 这就有点可以预期了! - 对! - 那首先呢,把它的饭先放在下面! -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烧肉! - 登登登登登! - 加上葱花! - 放上生蛋! - 登登登登登! - 怎么办?我觉得它感觉就很屌! - 好厉害喔! - 而且我刚刚整个吃的时候 - 它那个蛋液在我嘴巴里就是 - 一直在滑动的感觉! - 然后又提上一点葱的味道! - 我觉得整个把烧肉整竹堡 - 直接提升到就是另一个层次欸! - 好有创意喔! - 这是因为网友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! - 在研发模式的创意料理啊! - 三! - 二! - 九分! - 登登! - 下一道是 - 米饱! - 加上鲜菇浓汤 - 会等于 - 义式炖饭! - 我们点的是杏鲍菇米饱! - 它的杏鲍菇给的很多的! - 登登登登登! - 然后鲜菇浓汤的话 - 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全部加下去 - 感觉会变成西饭! - 所以我们就加一半就好了! - 我们的义式炖饭完成! - 它的米饭很Q软! - 嗯! - 对! - 所以它跟炖饭的感觉可能就不太一样! - 它的味道意外的算是搭得起来的欸! - 嗯! - 嗯! - 味道是真的蛮像义式炖饭的! - 因为它鲜菇浓汤的奶味蛮浓的! - 所以我觉得 - 拿义式炖饭的分数是 - 三! - 二! - 一! - 九分! - 九分! - 接下来这道实验料理呢 - 它的摩斯吉士堡 - 加上方块薯饼或者是可乐饼 - 它们说很好吃! - 那我们先加薯饼好了 - 完成! - 嗯! - 好吃欸! - 我之前没有吃过吉士堡 - 但它的吉士堡真的好好吃喔! - 嗯! - 然后配上它的薯饼 - 因为它薯饼是脆脆的 - 嗯! - 所以就是口感增加了不少 - 不过我觉得汉堡王的薯泥 - 汉堡还是比较好吃 - 薯泥吉士堡的分数是 - 三! - 二! - 一! - 七点五分! - 接下来现在它的可乐饼 - 登登登登登! - 吃! - 吃! - 怎么样? - 很猛欸! - 等一下! - 各位朋友们 - 这看起来 - 好吃喔! - 你不能看它其貌不良 - 我们刚刚就是吃完了 - 可是不知道像是有没有味道 - 我刚刚吃了我觉得蛮好吃的欸 - 我觉得比薯泥更惊艳 - 对因为我们点的是咖哩可乐饼 - 所以它有咖哩的味道 - 嗯! - 咖哩可乐饼吉士堡的分数是 - 三! - 二! - 一! - 八点五分! - 进入饮料片! - 网友有建议很多饮料的搭配方法 - 第一位是 - 摩斯红茶 - 配上摩斯鲜奶 - 来! - 摩斯红茶拿铁完成! - 完成! - 完成! - 我先喝红茶拿铁女神 - 她超爱她什么店 - 她都可以点红茶拿铁 - 好好好! - 摩斯红茶就已经很好喝了 - 再加上奶味了 - 提出一点点香 - 所以我觉得还蛮赞的 - 而且你是可以自己去调配它的浓度 - 摩斯红茶拿铁得到的分数是 - 三、二、一 - 七点五分! - 水准之上 - 这个是优等生 - 假上上 - 哈哈哈 - 接下来就进入到感觉无法预测的系列 - 同样是摩斯红茶 - 配上橘子汁 - 会变成超级好喝 - 但她没有说是什么 - 那我先单喝看看她的橘子汁 - 满浓郁的 - 妳要不要喝喝看 - 我不太敢喝 - 喝喝看 - 这个颜色 - 怪怪的 - 它有一种暗黑料理的感觉 - 那我们现在来喝看看 - 橘子红茶 - 它就是挤两个优点鱼翼神 - 这好喝欸 - 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在夜市卖这个 - 哈哈哈哈 - 橘子红茶得到的分数是 - 三二一 - 九分 - 接下来呢 - 他们说红茶加上这个蜂蜜柠檬橘 - 会变成 - 香港凍宁茶 - 我其实是有点太相信啦 - 因为我很想说 - 呃 - 摩斯凍宁茶来咯 - 这位网友 - 你真的是天才没有错欸 - 它好像哦 - 香港茶餐厅高级凍宁茶 - 而且你有觉得那个蒟蒻这样子 - 短忧短忧的 - 喝茶也就是不会觉得无聊 - 而且你知道吗 - 它这样会有饱足感 - 摩斯香港凍宁茶 - 的分数是 - 三二一 - 十分 - 今天摩斯穿一层房 - 竟然大成功 - 统庄 - 参警 - XXX - 蒸激 - 壹